大家好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在香港警方设置了各种障碍之下 8月18日 沙亭警黑乱港落实五大诉求维员集会仍然冒于举行 因为人数太多 主办方民阵宣布采取一个流水式的集会 人们进入维员最多只能停留15分钟 给后面的人让出空间 尽管如此 还是有很多市民没有办法进入维员 只能在湾仔和金钟一带聚集 经过点算 民阵当晚宣布 仅是维员集会的人数就有170万人 但事前人们揣测的中共出兵情况并没有发生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再一次就香港问题表态 警告北京不要暴力镇压香港的示威活动 川普说 如果习近平在香港使用暴力 将很难签署协议 川普又一次强调 希望看到以人道方式解决问题 川普接连呼吁北京人道解决香港问题 而这次说的那就更直白 如果在香港重演六四 贸易纷争就很难解决 所以外界认为川普手里至少有三项优势 在迫使北京做出让步 天降大雨使仅能如纳10万人的维多利亚公园 形成了散的海洋 因为场地有限 民阵宣布是流水式集会 一面是人潮余贯进入这个维员 另一面是疏散的人流爆满了港岛各个干道 从事营销工作的克里斯只有23岁 他对路透社表示 说港府说示威者是暴徒 那今天的游行就是要给每一个人看看 我们不是 他说这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继续抗争 我们会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赢得胜利 24岁的乔纳森在上大学 他说现在天热得要命 而且还下着雨 老实说出来游行就是折磨 他说但是我们必须来这儿 因为别无选择 必须要继续下去 直到政府最后展示出对人们应得的尊重 从下午2点到夜间的11点59分 集会民众始终展现着和平理性非暴力 在警方限定的最后一刻 集会的民众和平地撤离了 这是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 最平静的一次周末的抗议 不过那期间也出现了疑似卧底的情况 有一名身穿红衣的中国男子 在现场拍摄一些示威者的脸部 引起了人们不满 一度就把他给包围了 但是这名男子他自称说是经济分析师 不过因为有之前 中共公安卧底扮鬼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的解释很少有人相信 但是人们也没有为难他 在监察员和义工的护送下 让他安全地离开了 十个小时的集会 警方几乎失踪了 也没有见到令人恐怖的 这个白衣人和蓝衣人 和平集会之后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表示说 没有警察就没有伤害 事实证明 只要警察不挑衅 哪怕人群破爆港岛 我们都安然无恙 不过警察其实并没闲着 而是把重兵部署在了 西区中联办一带 那见人就差 连身穿紧衣医疗制服的 这个救护人员也不放过 要求他们打开随身的物品 要检查 警方大费周章 显然是小敌大作 170万人最终是和平收场 民阵同时还抨击这个林郑当局 在香港是制造恐怖环境 指责港警使用中国大陆式的 这种镇压对待抗议者 他们呼吁在中共 人大落札双普选 5周年的这个日子就是8月31号 再度出街游行 民阵说唯有民主普选 才能从根本扭转政权暴力横行 那事前人们曾经担心说 8月18号集会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冲突 甚至在深圳只有一桥之隔的中共上万名武警 可能会入港进行镇压 可是长时间的集会 中共的军队似乎没有动静 路透社在深圳体育中心拍到的视频显示 驻扎在当地的武警表现的是平静的 车辆上还盖着保护部 也没有调动的迹象 之前的中共媒体我们看到 几乎是要喊破了嗓子 大有山雨欲来之事 但是昨天中共那方悄无声息 这令人怀疑 所以外界分析 这可能跟川普的接连喊话 有很大的关系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迪森认为 川普至少有三项优势 可以成为杠杆 首先就是香港的政策法 这是让中共相当头疼的一项 如果中共出兵香港 那美国很可能就要取消香港的优惠地位 我们看到国安顾问博尔顿就指出 香港之所以让投资者信任 那是因为它有一个应管时期 延续下来的司法系统 这才使得大陆有60%的投资 通过香港能够获得 那一旦中共的军队进入香港 那就意味着一国两制不只是名存实亡 而是彻底结束了自治 那这样的话 美国很可能就要不再延续香港的特殊地位 堵住跨国企业在投资中国的渠道 毫无疑问 这会重创中国的经济 其实从美国的利益角度来看 也是不允许中共出兵香港进行镇压的 大家知道 美国对香港的出口商品 都是以高端商品为主 仅仅排在欧盟和加拿大之后 香港也是美国葡萄酒的第三大出口市场 另外还有很多美国人在香港开设了大公司 分公司以及办事机构 如果香港失去了它的特殊地位 美国人的利益毫无避免的也要受到巨大损失 第二就是如果香港被镇压的话 香港人自然就成了难民 大家知道香港人是以勤劳 富有创造力和创造精神著成的 这些人这种精神 正是川普所说的美国欢迎的那种人 那假如中共镇压的话 香港人肯定要逃难 美国也就成为首选了 这就是说 香港人会把他们的创业精神和创造力 带到美国 这就更加加剧美中之间的此消彼长 再有的就是中共的这个军事干预 不仅造成人才流失资本外逃 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也别想达成了 难度会非常的大 我们看到川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如果北京暴力镇压香港的示威活动 会威胁到美中贸易协议 就是说川普把香港问题和贸易协议挂钩了 会造成连锁反应 那不仅达不成贸易协议 而且中共还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 可能是考虑到这些原因吧 北京是投鼠忌器 采取了暗兵不动 但是香港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 我们会持续关注 好的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